最近一个月来 两次被动的跑到这个 草流社区去看帖子 上一次呢是关于 美国这个 拜登的副手 女的副总统 哈里斯的一些传闻 我看到了很多 不太让人 能乐观起来的一些笑话 但终归啊 那个是涉及到私德问题 可以说不必拿他当真 即便这种政治性的话题 居然能发到草流 值得大家 为他谈论一番 但是今天我又从草流 看到了一份 据说是国内搞的一个调查 应该来说是针对 六千名 二十五岁的 这个人群 进行了调查 因为这份 调查中的很多东西 是常识性的问题 但是他的答案 给人感觉好像 非常具有颠覆性 是吧 我们都知道 内地有很多人 本质上 在七十年来 共产党的教育中 是愿意接受 他们的观点 因为除了共产党 宣布的这些观点 灌输给你的这些观点 你不太可能有别的观点 是吧 但是每回 看到这些 颜值足足的答案的时候 确实 令人感觉到比较悲眼 比如说 他在调查的时候 说 共产党 北上抗日 是吧 许多人认为 是的 他就是去打 日本人 你北上是去东北吗 你是去三北好不好 那有日本人吗 然后关于 抗战期间 谁是抗战的主力 那么一大堆人数是 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 还是继承了 我们那个年代 给我们灌输的 国民党是 躲在厄梅山上 抗战胜利了以后 下山来再逃子的 其实直到今天 今天的青年 好像也有很多人 是选择了这个答案 那么至于对建国初期 镇压 历史反革命 搞土改 有什么看法 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认为 在当年的情况下 很有必要 应该来说 他们是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 说这个话的 那我就想问一句 即便是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 说这句话 1949年 他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 把四一二青党分共 在广东 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 李继生 请过来 当国家副主席 那1950年 为什么就镇压历史反革命呢 他镇压的历史反革命中 有许多是抗日时期的英雄 甚至1949年 共军获得天下的时候 他们是率部起义的 1949年哄骗的人家 跟人家说既往不咎 是吧 革命不分先后 1950年就会起屠刀来杀人 即便是 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 这最起码也算是个 言而无信吧 是不是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认为 是必要的呢 可能有一些 不敢说真心话 但我知道 更多的人 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就如同 你去解救一个 被压迫中的国家 被压迫中的人民 往往你能得到的是 他认为你是侵略者 他要反抗你 跟你玩游击战 甚至跟你玩自杀炸弹 这种情况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西方国家也遇到了 所以后来的战争 就越来越少 世界各国的参与 许多战争 是为了推翻一个独裁 但已经没有几个国家 愿意站出来了 美国人打击推翻沙达姆 调查文卷中 竟然有百分之八九十 的人认为是侵略霸权 那今天的中国 实际上我们知道 从在校生 到已经走上社会的 这些青年 很多人都抱有这种想法 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真的能够改变他们 中国就是这样 原先我们说 在这个国家 有一半以上的人 赞成武力收复台湾 今天这个报道中 得收来的数据是 76%的人赞成 甚至还有30%的人 赞成使用原子弹 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 台湾是中国的 香港也是中国的 12个香港青年 从香港到台湾 被他们抓起来了 说是偷渡 意外吗 2月份 武汉人 湖北人 到湖南 划的小船 是吧 还有的人划的洗澡盆 也被称为偷渡 这种现象 其实我们已经 觉得司空见惯了 但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最起码 他跟你同温同肿吧 你跟他有那么大的仇恨吗 竟然有30%的人 赞成使用原子弹 今天的中国 你说思想上千奇百怪 这个好像有点 百花齐放的样子 但事实上 70年来 共产党对三代人的教育 它终归 是有一些沉淀的 许多人真的就这样想 而且他们不认为 他们错了 可以说 即便共产党离开了 今天的执政地位 今后的中国 也不会一出而就 没有一夜之间 变得民主了 加入一个 现代国家的行列 一夜之间 什么都好起来了 真的不太可能 出现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 中国还有这么多人 他鼓着你 就没有向文明靠近 直到今天 还有人在问我 怎么还在谈地质啊 大秦已经变亡 一百多年了 实际上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的情况 还在地质的阴影中 它根本就没有得到 真正的进步 不要高看今天的青年 许多人 他们由衷的 还是在这个教育体制中 培养出来的 响当当的 红色思想 要转变他们 真的很难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好